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到信德的龙江这边是顺德的好战堆 通常战堆是大家知道的 包括广州小小的那些都是 过时过节,起庆的时候一家人围买,切开才会正好 顺德这边的战堆更可爱圆滑和大件夹底食 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大众典评上的战堆是没有找到的 所以我们必须过来这边找当地的人介绍 究竟哪里有美丽的战堆吃 战堆在附近? 这个时候应该没有了 为何? 练美食有的 一定要过年过节才有的 刚才问了一个本地人 他说战堆大时大时才吃的 年美才有的,现在很少了 但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中学附近,龙江中学 附近有一间浪浪饼屋 现在你们没有做了? 过年才有 过年才有 阿叔,我想问你,你之前有没有战堆? 龙江山刀 这里有没有战堆吃? 没有 非常遗憾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的 所以厌证 为何我们出发之前 大众电平上找不到 网上也找不到 原来 龙江的战堆 真的在过年过节的局限 那段时间才有得吃 平时很难找到 其实有好有不好 好那边就是 龙江当地的朋友 百分之一千 好好地保留 他们美食的 那个传统 我就是那段时间才吃 其他都没得吃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很难去推广 我们的游客 如果没有名而来 真的找不到 会很失望 究竟好还是不好呢? 叫人见智 虽然吃不到龙江战堆 但不要紧 导演Jimmy 为了不让我们逢他 他说 家智 不需要担心 顺德龙江还有好东西 今晚我们去吃水蛇粥 去捕捕 走 龙江 杂筆 整条路口 水蛇村 那么长的地方 都是吃水蛇粥 这边吃水蛇粥 是出名的 而这一间 最记忆是老店 所以我们要选择 这一间 入去看看 大蛇威臣 大蛇115 大蛇115 焦炎清蒸煎焗白昌 土蛇 蟹蟹进来,随便坐,我们待会五点半才吃东西 你坐在这里,放在这里,然后面对那些蛇 录完之后,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感觉 咱们来иваем 鱼鳜蝦,蚁蚁蚁是蚁蚁的香味 蚁蚁不要有太多都是柯的味道 所以希望外面的味道赋予提鲜 蓝鱼和香粉 我喜欢它的咸和甜的比例 水蛇春这么长,就是这样的意思 很厉害 很厉害 它好像在吃鱼眼 鱼眼 吃到最后最白色的粒 白色的蛇肥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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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皮有什么不同? 很厉害 很厉害 用大牙去咬七八下 才可以咬开 鱼也是这样的 但是蛇是这样的 所以肉皮很厉害 有蛇的味道? 没有了 有蛇的味道 水蛇粥 我不知道 它是加红组 还是蛇内臟的问题 其实它这种甜味 介乎红组以外的一些东西 是有些红组味的甜 但是 应该是蛇内臟的甜味 总的来说 给我的感觉是可以的 是很美味的 其实这种味道很难用味精去调出来 这个我可以这么说 是很难用味精去调出来 其实这一餐给我的整体感觉是可以的 是对得住 例如说 习北水蛇粥这个名号 味道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吃的这一餐 性价比一点都不高 三个人吃 五百多元 但是吃蛇也是这样的 这一集吃得挺好的 所以我代表更多网友说 这一集就不会再打Jimmy 下次如果他表现不好 再说吧 这一集不行 乖乖乖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